大家好,我是霍霍,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没有微口吃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开胃家常菜 吃起来的口感和吃肉差不多,下面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4个香包菇,放入蒸屉里面 盖上盖子,水开之后蒸10分钟左右 时间到,用筷子能轻松插透,又是蒸熟了,把它取出来晾凉 然后用手给它撕成长条,这样会更加的好吃入味 杏包菇拥有厚的白色肉质菌饼和小型棕褐色的菌散 被烹饪之前,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烹饪之后,会散发出典型的菇鲜味 并且质地类似于鲍鱼,所以称为杏包菇 菇体具有杏仁的香味,肉质肥厚,口感鲜嫩,味道清香,营养丰富 杏包菇还有酱血脂,酱胆固沉,促进场位消化 增强体质免疫力,等等的食料功效,极受人民的喜爱 全部撕好之后,放入大碗里 准备几瓣大蒜,用刀拍扁,切成蒜末 放入碗里,能吃辣的,再切几个小米辣,放入大碗里 再来一勺辣椒面,花椒面,再放一勺白芝麻 加上烧好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放入三勺生抽,一勺香醋,一勺食用盐,一勺白糖 来点自然粉,是制造菜的特色 最后来点香油,增香 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入杏包菇里面 戴上一次性的手套,用手抓拌均匀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不错 请逗中您发色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抓拌均匀之后,放入盘里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清爽开胃的凉拌杏包菇就做好了 这样做,麻辣脆爽 若有若无的自然味,是点睛之笔 而且这样做,无论是下酒还是下饭 都是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